6月16号 李晨正式进军汽车界 在北京举行新店开业典礼 杜淳 谢娜 沪四燕和杜江主妇 刘天佐等圈中好友纷纷亮相助阵 举行此次开业时间的选择 李晨还特意咨询了女友范冰冰 他说6月16是我弟弟 是新人 他好那好那就是跟16开业 对 另外开业盛典上 李晨还有一众好友大玩 汽车人抢凳子的游戏 杜淳和杜江PK的时候 被杜江小小的技法淘汰 几轮游戏之后 西娜和霍四燕杜江夫妇最后PK 笑点十足的他直言 你们以瞎子一起欺负我 都得全场前眼后合 乔车阵势 这是拼了的节奏 最后咱马兰山娜姐果然是名不虚传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不容易的胜利怎么说也得颁发个大奖吧 你可以认选一款豪车 使用 两周 无限车型 我听不见 豪车后来你准个座 完全听不见 这是新到认选一款豪车 我觉得就 没事 我做决定了 认选一款豪车 瞧之大风劲 真不愧是范园的男人 网果楼新闻 李晨知识豪娃报导 6月16号 李晨正式进军汽车界 在北京举行新店开业典礼 杜淳 谢娜 霍斯燕和杜江夫妇 刘天佐等圈中好友分分量相助阵 举行此次开业时间的选择 李晨还特意咨询了女友范冰冰 另外开业顺点上 李晨还有一众好友大玩 汽车人抢凳子的游戏 杜淳和杜江PK的时候 被杜江小小的技法淘汰 几轮游戏之后 西娜和霍斯燕杜江夫妇最后PK 笑点十足乐她直言 你们一下子一起欺负我 逗得全场前眼后合 瞧这阵势 真是拼了这节奏啊 最后咱马兰山娜姐果然是名不虚传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不容易的胜利怎么说也得颁发个大奖吧 你可以任选一款豪杀 使用两周 无限车型 我听不见 豪杀后面的凭做完全听不见 真是新道 真是选一款豪杀 王哥 我觉得就没事 我做决定了 我认选一款豪杀 认选一款豪杀 瞧这大风劲 真不愧是犯一个男人 王国劳新闻 李晨知识豪啊报答